歡迎世新大學 世新大學男女籃連續三年 聯妹闖入UBA決賽 在無體育科系大學中 締造大專籃壇傳奇 兩隊士氣也在學校舉辦的 士師大會下信心大增 誓言決賽齊開得勝 勇奪雙冠 就是看當天的狀況 然後去面對接下來挑戰 準備好自己 準備好我們團隊 調整八場的不足 然後準備好自己 沒有特別戰術去針對誰 是拿下男男的第一座冠軍 其實自己經歷過了三年 但是應該說還是會有點想要自己長吧 因為其實高中跟大學的職場是不一樣的 那種感覺其實還滿 也是差很多 會覺得說很興奮嗎 會很興奮 對啊 因為這是自己第四年進小巨蛋 這其實我們球隊幾乎都進 就是除了跟我們這屆的十幾個人而已 你知道 就是高中跟大學的心態都是 就是不管你在場上有多 就是遇到什麼錯誤你都不可以放棄 對 就是我在心態上 就是一定要保持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我覺得冠軍那個東西 就即使你今天來到的是事情 就是四年棒一定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跟我前高中三年就是錯失的那兩次來說 我錢一定打擊很大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到現在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盡了全力 然後你一定要盡全力 對 要是你真的是 沒有不能說 不能說不會打冠軍 就是我們一定會是冠軍 但是你一定要盡全力 對 去享受那個舞台 對 你只要享受這個舞台 大家都會打得很好 就是很開心 就是你不要給自己太多束縛 連續六季闖入四強的女籃 和連續兩季作收亞軍的男籃 可謂是各校的禁旅 兩隊贊助企業紛紛站台加油打氣 看好多冠熱門 我想連續幾年的非常右翼的表現 我想今年我們非常有信心 當然我們的友隊還是非常的努力 也表現得非常好 不過今年我們確實做了幾個努力 首先第一個努力呢 把我們的隊形 把我們的戰略的部分呢 已經做了一些調整 我想這個部分呢 應該由教練來說可能會更好一點 第二個呢 我們學校 因為看到這兩個球隊 這麼優異的表現 所以我們今年會有非常大的一個獎勵 包括送我們的女男到美國 去跟我們的校友會來做交流 那麼甚至於也編列了非常多的一些獎勵的金額 希望能夠鼓勵他們 我想金額的鼓勵 並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精神上的給他們的鼓勵 這一次我們學校幾乎是全體動員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除了我們的副校長 各院的院長 主委 老師們 還有同學們 還有我們的轉播的團隊 都到現場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學校 確實對這一件事情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期待 那我想在這種期待之下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球隊能夠在今年能夠表現得更好 能夠把兩個冠軍都能拿回來 成功絕對不是我然的了 我從平常在看他們的練習 一直到從出賽 一直到複賽 一直到今天進入小巨蛋 我已經連續跟了四年 這四年來 看到他們 也是我剛剛所說的 有受傷的 有挫折的 有被教練罵的 但是我想這些呢 看在眼裡 但是一個作戰 他就是勇往直前 所以教練怎麼指責 其實他都是非常希望我們奪得更好的成績 那今年我相信 在女男男男這兩個隊伍 這麼好的表現之下 那我個人對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挫折感 一直往前走 我們26號一定取得最高的榮譽回來 我想每年都記小巨蛋 我想心情都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了 我想今年不管男女生 我覺得在陣容上都有很大的這樣一個調整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的比賽裡面 我相信我們會有好的表現 我想女生的部分呢 我想我們在今年大一的新生裡面 有宋瑞珍以及尤慶化 還有邱永玲 以及我們的佑蓮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張潔樓 我想在今年比賽裡面表現都還不錯 那期待他們在小巨蛋有更好的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男生呢 我想我們今天也收了七位的新生 那當然就是以降雙 俊森 然後頂軍以及聖心 還有這個鄭恩 他們在這個階段裡面的表現都還不錯 那我們也期待他們在小巨蛋裡面有更好的表現 高王的精神面貌 自信的不乏隊伍 獅新大學男女籃一致展開 加上戰鼓打氣武師祝福 揮舞著旗幟 期盼在下禮拜2526號的決賽中 展現亮眼成績 記者汪宇郡台北報導 記者汪宇郡台北報導 記者汇郎 記者汪宇郡台北到處